魅珠是我们一天天看着长大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小魅的家世非同一般 它的背后可是有一整个 势力庞大的长龙熊猫大家族 其实魅珠并不是长龙的第一个孩子 往年长龙有宝宝诞生 都跟今天魅珠一样的吸睛 这期的Hotanda 我们就来说说 魅珠背后的长龙熊猫大家庭 认识一下魅珠家的七姑八姨 她的外婆 她入坠的爸爸 拥有火车的富二代舅舅 隔壁三岁才断奶的国庆阿姨 以及其他的邻居熊猫们 长龙熊猫村的16只熊猫 看似关系复杂 但是其实用一句话就能说清 他们是三个美女熊猫家族 外加一个老光棍 三个美女家族的家长 分别是梅青 菊啸和婷婷 老光棍就是雷友友 梅青家 有四个孩子 大女儿隆隆 两个儿子亲亲爱爱和小女儿国庆 其中大女儿隆隆 已经生了孩子龙仔 有了第三代 所以梅青家有六口熊 菊啸家 本来就她和三胞胎孩子 母子四个 去年他们家的大女儿 菊萌梦嫁雄 女婿是四川来的家和 今年小夫妻俩生下了女儿妹猪 菊啸升级当了外婆 所以现在家里的熊口数量 一下子也扩充到六只 相比两位大姐姐梅青和菊啸 婷婷家的熊口情况就简单多了 只有婷婷和她的两个孩子 女儿月月和儿子婷仔 最后剩下的 就是老光棍有有了 有有很好认 注意看她的眼圈 是渐变色的 被网友说是烟熏庄 有有的大名叫做雷有有 是段长雷雷的儿子 也是龙心和竹韵的弟弟 在韩国的乐宝 在大连的金虎 都要喊她舅舅 在熊猫界 当上舅舅是个很危险的信号 因为姐姐们参与繁殖 自己的繁育价值 可能就会遗落千丈 而有有还有个特殊情况 就是她的爸爸是大肿公伶伶 所以有有当了一辈子的 黄金单身汉 她在长龙眼看 陆续来了三个美女 眼看着美女们 来来回回往返四川 带着小种子回来 孩子们再一个个 在长龙咕咕坠地 她还是原来的她 有有是现役的 长龙熊猫们当中 第一个来到岭南常住的 有有来的时候 长龙还叫 湘江野生动物世界 那时候的湘江 如果有熊猫 都是从卧龙来出差短住 大家来来走走 不像今天这么固定 2008年的3月 两岁半的有有 和同龄的两个小朋友 比利和回回 一起来到湘江 没想到的是 他们从四川老家 来长龙两个月 老家四川发生了大地震 有有是躲过了地震 但是在老家卧龙的亲友们 就受苦了 地震后 卧龙的熊猫们无家可归 湘江及时伸出援手 虽然那时候 他们自己地方也不宽裕 但是他们 还是决定挪出地方 接收了五只熊猫 先住下来再说 跟游游一样大的婷婷 就是在正后一个月之后 辗转了17个小时 从灾区来到了长龙这个新家 2018年6月26号 迎来了 你婷婷这五只大熊猫 她是坐飞机过来的 我们的全体员工 都在那个 熊猫热源门口 拉着一个横湖 欢迎他们过来 原本 两岁多的游游 跟比利等几个小伙伴住在一起 卧龙一下 又来了婷婷 仙女 耀耀 莉莉和白杨 眷设不够用 湘江就做了一个调整 把游游调出来 她一度和卧龙新来的 四个美女仙女 耀耀 莉莉 婷婷住在一起 但是住进女生宿舍的游游 没有得到任何享受 反而被辣妹们误会 以为游游要跟他们抢地盘 一见面就扑上去 对游游一顿暴打 虽然游游身为雄性 比四个姐妹都要身强力壮 但经不住她们合力折腾 最后是游游筋疲力尽 想要赶紧逃走 反而是和游游一起来的比利 后来在这里和仙女 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很小的时候 就展现出了雄性的风采 虽然比利和仙女 在长龙只是过家家 但后来比利有机会 成为仙女的老公 带着仙女一起去了日本 孕育了香香 雷雷和小小几个孩子 而雷游游 虽然也像比利一样长大 但是却没有比利这种霸气 身边的小伙伴来来走走 只有游游成为长龙的 常驻老员工 无论是2008年 因为地震来的小伙伴 还是后来2010年广州半亚运会 又来的银科和申薇等几位朋友 都在几年后陆续回了老家 一直在长龙陪着游游的 就只有婷婷了 但是游游跟婷婷 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 因为他们俩都是零零的孩子 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转眼间 到了2012年 游游七岁 正值青春少年 机会又来了 2012年 四川老家来了两个大姐姐 比游游大三岁的梅青和菊校 梅青和菊校来的时候已经十岁 都生过了孩子 都是美丽的淑女 游游这个年夏男月月欲试 菊校和梅青相比脾气更好 奶爸们决定 让菊校跟游游先相亲 但是游游这个笨蛋 错失良机 跟菊校现在给她一次机会吧 让她看看能不能交配啊 结果呢 菊校还是脾气好的 不理游游跑开了 换成梅青以后 直接给游游吓得都不敢靠近 游游才不管清洁失望不失望 经历过几次失败 游游悟出了女熊都是老虎的道理 斩断情思 从此单身到底 当然 其实长龙的专家解释过 游游是性格特别温和 甚至有点胆小 和婷婷 菊校 梅青 还是做姐妹好了 这些年 游游一直住在长龙的山上 游客只有坐缆车的时候 才能远远看到游游一眼 而山下 游游错过的这些美女熊们 都开始发展自己的家族 首先是梅贵妃梅青 看不上游游 是因为她在老家有男友林林 2013年 梅青生下了和林林的宝宝 这是长龙第一次有宝宝诞生 梅青生下的这个宝宝 就叫做龙龙 隔了几年 梅青又回老家结识了新男友 比她小不少的深微 陆续和深微生了双胞胎儿子 亲亲爱爱和小女儿国庆 婷婷也在2015年 生了女儿月月 2018年 和梅青家的大女儿龙龙 一起去四川 一起怀孕回来 婷婷生了婷仔 龙龙生了龙仔 长龙的宝宝多起来 越来越热闹 要说最热闹的 还得是菊啸家 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 昨天再次传来好消息 大熊猫三胞胎全部顺利开演 健康状况良好 菊啸来到长龙这么多年 就生过一胎孩子 但是一次 就能超越梅青和婷婷几次的业绩 2014年 菊啸产下三胞胎 在长龙和中心的齐心协力之下 这三个孩子萌萌 帅帅 酷酷全部成活 成为全球圈养熊猫中 唯一的三胞胎 春去秋来 转眼间蒙帅库都十岁了 大姐蒙蒙率先谈婚论嫁 和过去长龙的姑娘 去四川相亲不一样的事 蒙蒙没离开长龙 反而是四川来了一个小伙子 去年的11月 锦兴家的儿子佳和来了广州 猫粉们几乎立即就猜出 他是来给局校家当女婿的 长龙的奶爸们也不藏着掖着 第一时间对着佳和就姐夫哥叫起来 姐夫哥没让大家失望 今年的六月 蒙蒙当上妈妈 生下了妹猪 在妹猪之前 长龙最后一次有新宝宝 还是2019年的国庆 五年来没有新熊诞生的长龙 高兴坏了 敲锣打鼓 昭告天下 天天晒妹猪 这也让我们见证了妹猪的每一天的成长 转眼间 妹猪能走路了 长龙的故事还在延续 作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在华南的基地 希望长龙能成为熊猫们永远的乐土 愿它们在这里快乐生活 生生不息 嗨胖的 治愈细熊猫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